大家好,我是陳可瑜 那我這一次是要來參選 有個居有可以的里長參選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開始其實想了一段時間 我從今年初的時候 就有稍微在想說 這次要不要出來參選 那契機的話 第一次接入選舉 是我媽媽那一次2018年的時候 投入有福利的里長的這個選展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有被有福利的這些支持者 感動到 那也是就是覺得說 有福利可以比得更好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的契機 主要是來自我父親 那他是謝正的那個 邪惡里的里長 那主要就是覺得說 他在服務 服務這些里面的過程中 他在這個舞台上是發光發熱 那主要幫助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我也想要憑我自己一致之力去 去為這個地方 讓這個地方度更好 我主要是針對 永福里治安跟交通的部分 想要去就是 讓它變得更好 那主要就是對於說 因為我們臨近永福橋 那這邊上下班尖峰時段的車流量都非常的多 那像我們 例如我們 符合路的五十七巷 那邊是進行左轉的跳舞台 那只要有 上下班那種尖峰時段的話 大家從臺北市回來 那就是會把車流量推到 像符合路七十七巷那樣 永福里的巷弄是大火山 算是戰路的大火山都是巷弄 有的巷弄的話它 它好之標之不輕 所以 有時候它那個 車輔大家 騎過去巷弄的時候 可能就 它會注意到 那就導致很多車禍頻傳 在帶跳的這個過程 都有遇到一個 老奶奶 那他跟我說 他其實主要是跟我說 他永福里以前大概長什麼樣子 就是 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永和國中 他之前夜間部 會有一些社會人士過來就 然後他就是 告訴我說 這邊可以 可以做的什麼事情 然後可以做得更好 那他希望 年輕人來做得更好 那希望就是 我可以跟永福里 擦出一些火花 讓永福里更好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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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